玩出来的这个 四难啊 让我们每天都挖个从上课之间放你的四难啊 然后一会就不让我点啥了 然后来看理解这个地方的建议 我把这个东西看一次的给你们讲一下 开头 所有人才都看不看 画笔 草惠 草惠嘛 自由画笔 看明白哪一次的办法 这是一个自由画笔 一定要在二维世界玩 记得我强调这个一定要在二维世界玩 画笔 这是一个画笔 自由画笔 那么第三个 平滑上条 假设我是自由画笔的话 有很多不规格的样条 我用平滑上条去戳一车 它会变得平滑 有点像AI里面的平滑那种感觉 有点像平滑 然后 曲线 这个可以去创建一些曲线 比如说 样子图 可以去创建一个这样的图 这样的图 这样的图 然后这几个再往路看 再往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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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图的话就创建的是一个这样一个图 我这都是在二维世界里创建的 这就是一个图 然后再往图这些图 就跟它的名字一样 它的名字叫什么 它就能创建什么 我们用心形来看一下 怎么去把它变成模型 样角造成在三维里面 怎么变成模型 我创建一个心形 它的属性超级简单 属性的话我们不去脱缠自己读 大概都知道 一个是内半径 一个是外半径 那么螺旋就是让它传出旋转的 点 点 你出来自然不能多少 假设我做个五角形 五角形 转一下 这是我的 做了一个五角形 我们来到我们的哪里呢 来到我们的这个透视图里去看 它是一个没有透度的 是不是就是一根线呀 怎么把它变成模型呢 需要结合我的第三个名字 注意自己看 一二三第三个 第三个的图形命令 这个命令 我跟你讲 这个命令 这个命令呢 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nohoes模型 创建的命令 这些命令的用法怎么用 然后记载先 特别简单 这次第一次转件特别简单 绿色的命令 注意看 这是一个绿色的命令 所有绿色的命令 你要想使用它 让它作为你底下物体的负极 用来怎么喝 负极就是上面那个极 这边 放在下面 包含 这么能听懂吧 包含关系 让你底下的样条 背上的这个株心 包含 听懂孩子 这样你听懂吗 你要再听不懂 看这儿 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来看 这个地方 我刚才创建的那个心弦 是不是现在属于我的 挤压物体的 就是挤物体呀 看明白它也得了吗 是不是它在下面 所有的绿色的命令 这里面的所有的命令都是绿色的 绿色的命令 你要想使用它 你默认 点出来 它是不起作用 是不是不起作用 各位 你必须把你的要 想让它起作用物体 放在它的下面 作为它的自己 它就能起作用了 所有人都听明白它意思了吗 所有人 听明白了吧 OK 那我看第三个 第一个 第一个 这是绿色的 我要想使用这个东西 应该把这个问题怎么办 放在它的上面还是下 还是不动的 其实这个名字 你们可以记住 这种东西叫子极观 就是一个柱状图 一个是负极 以前都不都是它的子极吗 对吧 这个很好理解的一个概念 子极 只要在Z4D里面 接到这个暗角是绿色的 颜色不是平白的部分 只要是绿色的 你想使用它 你就得把物体作为它的子极 放在它下面 听懂得懂吗 所有人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每晚我再来看 先不用急 一会儿我帮你们急 这一堆命令 除了这第一点以外 第二点也要牢记在心 怎么牢记在心呢 我来看我的这个图形符号 先看第一个 细分曲内 等会儿再说 最后再讲 先看第一个挤压 来看它前面 它前面的那个什么 它前面的那个图标 图标 像盒子一样 代表厚度的那个东西 是不是绿色的 所有人都看明白了吧 然后绿色的 前面有个白色的线 你看见到吗 那么这个产义是什么呢 是针对人的 它只能针对线 注意看这根线 是不是白色的 也就是说 你要想用第三个命令 你把它牢记在心 它只能对第二个命令 这两个是要结合使用的 它能对第一个命令吗 不能 因为第一个不是白色的 你用颜色记得比较好记 其实后期我不用去讲你眼睛明白 去压尺能解除线 也不能解除模型来 但是以前 进你飞色的图标来判定的话 它不能针对你的前面这个物体来用 那么这两点 一起记下来 这两点 这两点 记下来是用法的 第一 你要想用这种绿色的物体 你要把底下的物体作为它的字体 比如说 接触机里面 哦 尽管 看不完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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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